您好 欢迎收看《晚安台湾》 我是周景瑜 新闻的一开始来看到 宜兰出现了堆石怪客 两个月前 有一名男子所定在 玉才国小周边的电线杆 摆放了大小不一的石头 那有的石头非常大 甚至重达数十公斤 警方这回终于寻线找到人 发现他也还在堆石头 上前劝导 没想到对方居然一度情绪失控 警方表示虽然堆石头是没有错啦 但是如果已经影响到 当地的交通安全 又屡却不听 还是会依规定开阀 电线杆下堆满锯石 有的还滚落水沟 一个人根本搬不动 还必须出动两名壮丁 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勉强把锯石给搬出水沟 手动搬运实在太费力 最后干脆出动大型机具来清理 两个月前开始 宜兰市玉才国小附近 出现堆石怪客 他在每根电线杆底下 堆放一颗颗抛石 每颗直径大约三到五十公分 而且重量高达数十公斤 很危险 因为这样电线杆 复合不了的话 不是会倒下去 或是怎样伤到人要怎么办 一个人我没法理啦 多有样子在搬搬来的 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警方调出监视器 发现一名男子 开着银色秋旅车 看到电线杆就停下来摆石头 当晚的时候 6点拍到的 所以那时候学校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的 他的动机不明 他一个人竟然有办法把这么重的Pose 堆放在附近的电线杆周边 外出所也劝导说 这个会影响交通安全 警方神车牌找到堆石怪客 当时他又在堆石头上前劝导 但他居然情绪失控 一度想冲撞远景 最后把车丢在路边 男子母亲到场也是一脸无奈 警方则表示堆放石头虽然不涉及刑法 但若是影响交通安全 就会依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来开罚 节奏好报道